秋天妈妈早就牵走儿子户口,被质疑消费丈夫博眼球,一个细节暴露真相,仔细看,这个女人被质疑故意消费丈夫,以此赚取流量,她就是最近网络上的红人秋天妈妈,看过她的应该都知道,她是一位宝妈,三年前从南京远嫁到福建,孩子刚刚出生没几个月,老公就因为做错事入了狱,而她竟然一个人独自抚养儿子,一等就是三年七个月,就这样她瞬间走红网络,很多人都很佩服她的内心之强大, 更被她嫌弃良母的人设所感动,但就在秋天爸爸出狱之后,她却一次次遭到了网友的质疑,大家认为秋天妈妈是故意拿自己老公当做流量密码,以此来吸引大家的观看,就在秋天爸爸出狱的前夕,秋天妈妈非常高调的为老公出狱做准备,还花三千多专门买了新衣服,并且为老公租好了房子,不仅如此,秋天妈妈在接老公出狱的路上还开启了直播,不得不说这心可真大啊,在秋天妈妈接老公的视频中,大家都以为他们这么久没见面了, 会来个亲密拥抱,但是并没有,两人表现得非常生疏,而且秋天妈妈也没有和秋天爸爸住在一起,网友纷纷猜测,是不是感情不在了,但也有网友表示可以理解,毕竟那么久没见面了,还是要慢慢来的,不过秋天妈妈为何在丈夫出狱后,让他故意在众人面前结伤疤呢,老公不要面子的吗,但其实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,秋天妈妈只是想让秋天爸爸长个记性, 好好改过自新而已,但还有网友质疑,秋天妈妈为何将秋天的户口牵走,安在了母亲身上呢,其实这都是他母亲的主意,说是为了秋天以后好在南京上学,因为秋天的外婆是本地户口,并且有自己的房子,这样一来,秋天上学的事情就能得到完美解决了,就在安排好老公之后,秋天妈妈带着小秋天去见了爸爸,目的也是想让这父子俩培养一下感情, 然后秋天妈妈又安排老公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吃个饭,可以说秋天妈妈一步步都是为了家庭和睦,并不是网友所说的拿丈夫博取流量,而且她作为自媒体运营人,记录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很正常的事情,并不存在消费丈夫博眼球,对此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呢?